都是非常的赞许 漂亮 全腿组合呀 我们看到的简直就皆中而至 刘海龙啊 刚才这个打的确实把他这个冠军封了 这次对方啊 打这个介势的反击 对刘海龙想采取这个上劈腿 结果对方呢是顺势出拳 破坏了刘海龙的重心 刘海龙刚才这一看是整个扑倒啊 应该说对他是非常不利的 对 刘海龙现在还注意打得非常激动 接腿勾踢 对方的重心控制的不错 但这次这次应该是得分的 要看裁判怎么怎么怎么来处理 就看刚才裁判喊听没喊听 但是我们看到铁虎啊 他这个焦劲啊 平衡处理应该说呢 确实是有独到之处 对刚才那个对方摔倒之前啊 刘海龙已经三次出招了 腿上三次连环套拌 这个重心不定不停的转换 配上腰腹的这个动作 但对方前两次都躲过了 第三次跌倒 漂亮 一个弹踢 我们看到刚才刘海龙也是打出一个小高潮来 像一个二膝脚啊 那么一个成空的弹踢 美国这个选手 漂亮 漂亮 这个高边腿呢 正好踢中了对方的头部 有效部位 对方呢 一个下蹲 但是我们看到铁虎的这个承受力啊 简直是令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铁虎现在又想找机会啊 来爆发他的能量 但现在来看刘海龙给不给他这个机会 刘海龙沉住气漂亮 转身嘴 对方躲过了 但对方刚才啊 铁虎有一次反击后手拳的机会 但是他个步法没有调整好 所以刘海龙呢 很快就做好了自己的调整 下次打击 漂亮 自己扑倒了 这次可惜了 刘海龙是自己主动进攻 结果他自己得分之后呢 自己也摔倒了 这样呢是抵消了 但是刘海龙这个选手 优秀选手的这个心理素质非常好 在这种情况下呢 敢于出一些高担动作 这确实是个优秀的三大营 但应该具体的一个心理品质 和技术方面的自信 比赛已经结束了 这场比赛可以说双方都竭尽了全力 大家看最后动作 刘海龙 非常漂亮的那个高肥腿 踢在对方的头部 接着又个后手拳 又一个高边腿 对方正好准备出后手拳 被刘海龙踢中了头部 这个所以这个拳脚 拳脚相加呀 这个火候功夫都是不错的 现在呢 他这个刘海龙这个接嘴 我们看到反复的一个涮腿 然后一个钻扛举 然后加一个勾膝 四次啊 反复做动作才把对方撂倒 应该说呀 确实刘海龙今天 着实是碰上了对手 尽管说在比赛的比分上 我们判断刘海龙是占据了相当的优势 对 可是他的对手啊 这个上称的表现 也是值得我们称到 这是今天晚上唯一的一场 不是5比0的比赛 现在呢 宣布一下比赛的最终结果 红方4比1获得胜利 获胜的是中国拳手刘海龙 刘海龙呢 今天比赛里边最终是4比1 战胜了有铁虎之称的 美国选手 埃德瓦多 弗吉哈诺 下面有请国家体育总局 党委书记李志坚 与电子商务公司总裁 美国人今天带来的三条铁腰带 全部都放在了北京 全部都系在了中国选手的腰间